不知道小可爱们喜不喜欢去鬼屋玩呢 里面那些以假乱真的血腥场面 的确可以让人肾上腺素直线飙升 但如果我告诉你 鬼屋里的砍杀都是真的 你还敢进去吗 就请大家捧起这杯血腥红茶 和小青一起前往闹鬼季节吧 2024年的美国小镇 大学生马蒂趁着刚毕业 来嘉年华里的鬼屋应勤工作 他凭借穿透人心的尖叫声 成功得到被剥头皮女人这个角色 老板约翰对马蒂十分满意 简单介绍后便带他来到化妆间 里面坐满半项各异的工作人员 尽管大部分人都对马蒂表示欢迎 却有一个黑妹十分抵触他的到来 因为上一个扮演被剥头皮女人的 正是黑妹最好的朋友 但他却在几天前突然失踪 黑妹见约翰非但不关心 反而急着找来一个新人 便毫不客气地开口抱怨 这让约翰有些尴尬 可毕竟鬼屋还要运营 便安慰黑妹等他朋友回来 安排个新工作 随后便招呼大家快点准备 而马蒂也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他更换衣服 配戴道具假发 对接下来的一切很是期待 就在这时 一个扮演僵尸的男人闯进后台 逢人便要开玩笑地询问 我的心在哪里 紧接着 一个顶着南瓜头的神秘人走来 他没有理会男人 只是在对方手背擦上一抹血迹 这让男人有些疑惑 却也没有多想 可他不知道的是 那抹血迹正是死亡的象征 趁着鬼屋还没开放 男人偷偷来到外面抽烟放松 忽然发现后门不知何时打开 他不以为意地上前关闭 经看到那南瓜头 手举利服巧难出现 男人还以为那是对方的鬼屋扮相 不料南瓜头 直接一斧子将他砸倒 随后毫不留情地连连披下 更是从胸腔中掏出心脏 放在男人手中 让他再也不会找不到自己的心 对此上不知情的众人 已经准备就绪 约翰也扮成邪恶怪人的模样 他带着两位员工走出大门 按照计划抓走人群中的自己人 将其绑在柱子上 用道具刀抹过脖子 当装死的男人被拖走 鬼屋正式开放 此时马蒂已经被绑到墙上 正与搭档丹尼闲聊自己的经历 他们忽然听到门口传来说话声 明白表演该开始了 眼看丹尼把刀放到自己头皮 马蒂直接嘶声尖叫 虽然把丹尼吓了一跳 却也成功夫的游客不敢靠近 就这样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每当有人走进 马蒂便扯起大嗓门 感受丹尼切割自己的头皮 直到鬼屋关闭 今天的工作圆满完成 马蒂终于可以坐在后台 尝出一口气 下一刻 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走了过来 介绍自己人叫杰斯 是随心主义者 马蒂尽管尊重 却还是大为震惊 没想到大伙玩得这么花 这时约翰和一个男人吵了起来 指责对方既然扮演无头 就不该和游客说话 这让男人很是不满 不只是演员 又不是真的没有脑袋 约翰也没惯着他 当场便将其开除 另一边 黑妹收到那消失好友 发来的短信 让他等所有人走后 在鬼屋见面 还不等黑妹回消息 神秘人忽然在他脖子上抹下血迹 显然 黑妹已经被盯上了 但他还不知道危险临近 带着一户拨通好友的号码 发现手机就被放在化妆间 黑妹更加奇怪 找上约翰询问 可约翰对此也不知情 便承诺 如果见到他好友会及时通知 黑妹这才手手放心 和马蒂等人一起前往休息的别墅 等大家全部离开 约翰独自收拾起烂摊子 不料员工红发女还没有走 他不喜欢待在热闹的环境 便让约翰先去别墅 自己留下整理 可就在红发女搭衣服时 一只黑手突然给他抹上血迹 还不等红发女回过神 便被握住右手 挂开小臂 鲜血瞬间攀涌而出 剧痛让红发女连连后退 带着长嘴面具的杀人魔 也从衣下里钻出 但即便如此 红发女却没有慌乱 他让手机与音助手帮忙报警 趁着杀人魔关闭时 转身逃走 可因为时间太晚 大门已经上锁 红发女只好在环境 复杂的游戏厅里周旋 他一把推开杀人魔 拿着球杆躲在拐角 等对方欺劲用力砸出 却被立阵挡了下来 引他突袭失败 红发女继续逃亡 最终在水池里惨遭控制 杀人魔拽着他朝水池按去 只听一声惨叫 红发女的脑袋被声声击爆 将池水都变成血红色 在这场屠杀结束的同时 马蒂他们已经来到别墅 黑妹再度收到好友的短信 发现他之前和杰斯在一起 心中不由得升级一丝度议 马蒂则趁机和其他人攀谈 了解各自身上的趣事 在这一片和谐氛围中 那被开除的男人正大肆吐槽着约翰 并表示自己已经找到新的工作 却没感觉到脖子被抹上血迹 这是性格开朗的小微找上马蒂 为黑妹之前的态度向他道歉 并提起黑妹之所以情绪不佳 是因为他和好友的关系已经超越友谊 这让马蒂十分惊讶 下意识看向黑妹 却发现他正找杰斯询问好友的下落 杰斯连连强调自己毫不知情 并表示手机已经丢了一星期 刚刚才被找到 说着让一旁的丹妮去拿 黑妹简单查看 发现他果然没和好友聊过天 可这样的话 那些信息又是谁发的呢 黑妹想不明白 只好向约翰求助 碰巧丹妮也在外面抽烟 他同样认为黑妹好友消失的有些可疑 不过约翰却不这么觉得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 可能是工作不顺心 或许找到更好的工作 直接离开也没什么奇怪的 黑妹尽管不认可这番话 但让他独自回鬼屋等待 心里还是有些恐惧 便决定等明天再好好调查 平静的一夜就这么过去 马蒂醒来后 找到准备完密室逃脱的小微三人 得知这里的老板和约翰有交情 各自员工都可以免费去对方场所 马蒂顿时来了兴致决定加入他们 发现在此收银的 正是昨天被开除的男人 等四人登记完成 男人来到控制室准备开启机关 忽然看见密室中站着一个人影 眼看马蒂他们已经开始 男人生怕游戏被打断 联盟超进到走近密室 想劝对方离开 却撞上一副惨白的骷髅面具 正是昨天的沙热魔 男人吓得转身就跑 却被剪刀夹住脖子 两腿一软倒在地上 随着沙热魔用力一脚 男人瞬间失手分离 下一刻 沉浸在游戏中的马蒂四人进入密室 很快便发现失去头颅的男人 却知道那是道具并没有起义 而忙着给小微拍照的马蒂 也没看见躲在门后阴影中的沙热魔 四人就这样与死亡擦肩而过 等游戏结束 他们坐在草地上享受着午餐 黑妹又一次收到好友发来的信息 让她今晚在鬼屋碰面 并嘱咐一定要确认约翰离开 这让黑妹再也忍不住 决定晚上去一看究竟 与此同时 在酒吧打工的约翰 终于到红发女不回消息 心中一时间有些担心 刚好丹妮过来喝酒 便与她聊起这件事 一听约翰和红发女住在一起 丹妮随即明白二人是情侣 阴阳怪切地开启他们的玩笑 约翰懒得都说 委托丹妮帮忙看会酒吧 自己则回到鬼屋后台寻找 发现所有衣服仍丢在地上 心中顿时升起不响的意感 认为红发女很可能遭遇不测 可丹妮却显得不以为意 用约翰昨晚的话反驳她 大家都是成年人 几天不回消息也很正常 约翰尽管仍感觉哪里不对 却想起红发女从说想去外地发展 便也认可丹妮的猜测 当天下午 马蒂四人来到嘉年华 到处游玩拍照 度过一段欢乐的时光 很快夜幕降临 小微被好友拉到一旁 黑蜜则收到红发女的短信 同样是约她来鬼屋碰面 这让黑蜜很是疑惑 并独自打车来到鬼屋 她从后门走近 在黑暗中呼唤红发女的名字 突然被一抹黑影拽住右手 眨眼间靠在一旁推车架上 随着灯光亮起 正是更换面具的沙日魔 沙日魔没有理会黑妹慌乱的质问 转身从地上拿起电具 竟直接牵下黑妹的胳膊 自信链飞的惨叫声瞬间响起 正被酒吧里的约翰听到 他还以为是红发女遭到危险 抄袭一把锤子冲进后台 并打开所有灯光 可就在约翰上前时 忽然收到红发女的短信 询问她在哪里 约翰见状一头雾水 难道红发女不在后台 那又是谁发出的惨叫呢 她没有理会短信 拿着锤子继续前进 眼看就要走到黑妹遇害的房间 丹妮竟从屋里跳了出来 笑着表示 那间叫只是自己的恶作剧 除此之外再无他人 说完便要带约翰离开 可约翰却注意到地上有血脚印 明白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她不再理会丹妮的劝阻 执意走进房间 赫然发现黑妹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 原来丹妮就是那个杀人魔 眼看秘密败露 丹妮也不再伪装 将血痕抹到约翰脸颊 拿着地刃刺进她的头颅 瞬间便夺取其性命 但即便如此 丹妮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在她的剧本中 约翰不应该这时候下线 如今木已成舟 也只好继续行动 丹妮把所有解决过的人 搬到鬼屋最后一个房间 其中便有黑妹苦寻许久的好友 随后她顶着满身鲜血 去车里拿绳子 这画面很快被遛狗的路人注意到 可因为今天刚好是万圣节 路人还以为丹妮身上只是血浆道具 打开窗户便迅速离开 与此同时 马蒂在别墅猛得惊醒 出门发现别墅主人正坐在河边 竟然就是那晚被绑在门框上的演员 男人是一名固定收益分析师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工作 现在刚好休息陪约翰玩几天 毕竟他也喜欢鬼屋那种刺激的氛围 今晚面上万圣节的夜晚 也是鬼屋游客最多的一天 马蒂等人早早做好准备 却始终没见黑妹的身影 小薇对此很是奇怪 不清楚对方去了哪里 马蒂则认为 黑妹或许是找到好友和她一同离开 就在三人猜测时 但又穿着约翰的怪人服装出来 声称约翰和红发女今晚有时来不了了 将用自己来主持整场表演 他临场改动让杰斯和马蒂一组 又命令所有人把手机放进储物柜 随后阴瑟瑟的表示 最后一间屋子里藏有重头戏 说完 丹尼和伴座稻草人的小薇两人冲出大门 对着等胡多时的游客开始演讲 提起今晚注定是一个血腥之夜 他将脱掉伪装 杀光鬼屋里的每一个人 游客们还以为这是红喝气氛的台词 纷纷鼓掌欢呼 殊不知全是丹尼的心里话 只见他掏出利刃划破手指 表示自己会给每一个猎物图上鲜血标记 以证明这是一场正义的屠杀 说完 小薇二人按计划将演员男绑到柱子上 用道具刀抹过他的脖子 可还不等演员男开始表演 丹尼突然转身 对着他的腹部 不不不一阵乱痛 演员男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却因为剧动无法开口 就这么在重步魁魁下失去性命 一旁的工作人员也以为这是固定节目 便照例将演员男向后脱去 同时丹尼在小薇手上抹下印记 宣告着杀戮正式开始 另一边 工作人员已经将演员男拖到屋后 却发现对方半天没有动静 一会睁下伸手查看 这才明白演员男已经丧命 男人瞬间大惊失色 急忙想要警告小薇 可丹尼已经带领游客走进鬼屋 不料刚到第一个房间 他便傻了眼 直见马蒂和杰茨身份互换 他变成拨人头皮的恶魔 并直言感觉这样更能吸引观众 丹尼对这场临时改变大为不满 便将鲜血抹在本来不是猎物的马蒂脖子上 随后 丹尼在鬼屋中大步前进 给一个个员工涂抹标记 众人正耐力表演 丝毫没有意识到 已经踏入死亡的深渊 与此同时 那男人找上扮演到草原的小薇 本想打电话报警 但小薇的手机同样在储物柜 男人便转头 向还没进入鬼屋的游客求助 这让小薇很是疑惑 前往窝窝想要查看情况 正看到已经冰冷的演员男尸体 他瞬间被吓得魂固附体 从后门冲进鬼屋 告诉好友 丹尼已经疯了 好友虽然不了解情况 却又选择相信小薇 指挥身旁的游客退出鬼屋 小薇则一边前进 一边警告其他人 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丹尼已经带着头几名游客 来到最后的房间 里面正是约翰等人的尸体 他不等众人反应 冲冲立任大开杀戒 据来的小薇刚好看到这一幕 急忙转身逃走 并招呼同伴离开 然而说话间丹尼已经追来 举起立任就要刺向小薇 二人僵持之计 小薇好友及时赶到 一棍砸倒丹尼 带着小薇向外逃去 可等来到后门 小薇本想拿个球棍防身 好友却直接跑出去堵上大门 还招呼其他人帮忙 这让他瞬间傻眼 只好继续在鬼屋里逃窜 小薇刚警告 躺在病床上的男人 丹尼便举刀紧随而至 狠狠刺激来人其内 进此情景小薇也发了狠 扔起球棍砸向丹尼 但这毕竟是道具 两下便彻底断裂 丹尼趁机掐住小薇的脖子 好在马蒂通过逃亡的同事 觉察到不对 拿利刃捅进丹尼体内 此时的丹尼已经走火入目 他感受着流逝的生命 竟从刀身上沾点鲜血 给自己做个标记 随后便倒在地上 马蒂健壮急忙掺着小薇逃走 二人本想救下 绑在墙上的同事 可刚一上前 一把电剧突然捧穿男人的身体 紧接着丹尼的手从伤口里竟伸出 紧紧拽住小薇的衣服 好在马蒂及时将她拉了回来 但男人已经彻底死去 丹尼则搭着电锯继续追赶 途中还与动弹不得的杰斯对视一眼 此刻 两个女孩躲进更衣间 小薇打电话报警 马蒂则透过下方缝隙 看到丹尼已经追来 就在二人小声商议时 丹尼两个将马蒂摘出 直接划伤她的大腿 马蒂强忍疼痛踹开丹尼 一拳一拐地跑到隔壁保龄球厅 却还是被丹尼压在身下 周围人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是鬼屋的万象界表演 纷纷鼓掌欢呼 这让丹尼极为享受 做事就要刺下敌人 无击关头 小薇一记保龄情将她撞倒 随后高高举起 用力砸下 只听话叉一声 丹尼的脑袋如西瓜般爆开 不久后警方赶来封锁现场 马蒂三人心有余悸地坐在救护车上 小薇好友 还想询问后面发生了什么 女孩根本没心情谈论 因为丹尼虽然被解决 但这件事留下的阴影 将会伴随他们终生 本片完 《闹鬼集结》是 上映于2024年的古部电影 本片虽然还是常见的杀人魔类型 却把砍杀和鬼屋万圣节 联系在一起 让剧情中的角色分不清真假 这点倒是给人不一样的观感体验 但可惜的是 影片前半段杀人魔和主角并无接触 让剧情紧张感大打折扣 并且对丹尼这个角色 为什么黑话也没有交代清楚 小青我看完后 感觉云里雾里莫名其妙 不知道小可爱们怎么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 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青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